今天共有27位议员针对财产预算声明发言 新宣布的住业与培训协调处是多位议员关注的课题之一 在职母亲的子女估税回扣调整为固定数额的措施 也引来不少议员提出疑问 根据我对已婚夫妇中在职母亲收入的估计 大约20%的母亲将从WNCR变化中收益 而其余80%的母亲将不受影响或变得更糟糕 我想知道WNCR是否真正鼓励已婚妇女在生孩子后继续工作 还是因此达到反教果 议员们也呼吁政府进一步关注学前教育的课题 包括特需教育的需求 以及住在租赁组屋三四岁孩童学前教育入学率不高的现象 能够接纳有特需孩子的学前教育中心仍然不够 毕竟有特需的孩子在学习方面本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他们更多的支持是应该的 希望政府能够增强这方面的师资 并提供更多享有政府津贴的学额 国会明天将继续针对财长预算声明散开辩论